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10月的料理影片为大家带来的是 港式油鸡自己做 港式油鸡这个油呢指的是酱油 跟我们炒菜油炸的油是没有关系的哦 这边看到用的食材有冰糖还有姜 平常姜呢我买回家我会把它切块冷冻保存 这样比较不会发芽 这里还有用到我们的料理米酒 台湾米酒都可以看到还有生抽跟酱油 这个酱油是豆麦酱油 豆麦酱油我买大瓶的 所以我都会把它装在我自己的玻璃瓶里面 放在冰箱冷藏 这边带大家认识卤味包 它是用不漂白的棉布绿带 然后里面装甘草柜煎八角肉柜川雄小茴香 橙皮丝的非常的香 然后肉类呢我用的是我们的延伸血盐半只鸡 现在架上都还有 所以大家都可以利用这一个延伸血盐的半只鸡 然后我自己还加码了善良白肉鸡翅 还有预振的鸡腿 因为既然要卤啊要来做料理我就一次做多一点 可以把它冷冻起来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 像这样的方式画面中看到的我冷水然后放冲段跟姜 然后把我们的肉放进去 煮滚之后呢我转小火 大概五分钟之后我就熄火把它捞起来 捞起来之后上面会有一些泡泡杂质啊 所以我就用过滤水把它稍微清洗一下冷却一下 这边看到我还加码带大家看的是我想要做糖心蛋 我设定的时间是六分钟 因为它本来就已经是滚的了 我就把它煮滚之后放进去 大概煮六分钟之后我就把它捞起来 然后浸泡在冰水里 然后再剥壳 再放在我们这一个煮好的卤汁里面 这边带大家看我这一个油肌的这一个酱油卤汁呢 我怎么做的 我用了1200ml的水 然后生抽放了120ml 酱油就是豆麦酱油放了60ml 然后冰糖我放了80g 然后还有米酒50ml 再加卤包 不要紧张我都会把这个比例写在我们的详细说明里面 当然大家也可以试着自己的味道去做增减 这边我会先将卤汁煮滚 煮滚之后我们再把我们的鸡肉放下去 放下去的时候鸡皮朝下放 因为这样让鸡皮去上色会比较漂亮 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不管我们怎么做 我觉得我们的颜色就是没有办法像外面那么漂亮 但是好吃比较重要啦 鸡皮先朝下放进来 不要让它滚哦 就是我就让它保持在大概90度左右 然后不要煮滚的状态之下 让它去焖炖焖炖这样 这样出来的鸡肉不会柴会比较好吃 整个过程40分钟到45分钟 接着我在20分钟的时候我就把它翻面 因为我们在煮的时候一定会有一面是没有办法去吃到那个酱汁的 这边看到是我有抹上麦芽糖 所以它的表皮就会油亮油亮会比较漂亮 当然没有麦芽糖也没有关系 这里糖心蛋这个酱汁要是放两个之后 再把我们剥好的蛋一起放进来 然后就放冰箱冷藏 画面中这个是6分钟 6分钟的糖心蛋 看我还加码滷了鸡腿跟鸡翅 因为我觉得如果一次要滷啊 就干脆滷多一点 还可以把它冷冻保存起来 这边还加码了一个我们的新鲜香菇 一起放进来 我煮大概10分钟左右 也一样用焖煮的方式 很好吃哦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好了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